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的3月20号 现在是下午的4点 我是周运 和大家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人力资源社会保证部财政部 今天下发了 关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明确从2019年1月1号开始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 为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 此次提高养老金水平的调整 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 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 统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 调整标准基本一致 挂钩调整体现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的激励机制 使在职时多缴费 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 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 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 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 予以照顾 这是国家自2005年以来 连续第15年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也是继2016年以来 连续第四年同步安排 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预计将有1.18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今年以来 鸡肉的价格一直高位运行 所以常买鸡肉的人 可能明显感觉鸡肉变贵了 鸡肉价格为什么会持续地走高 这又会给整个肉鸡养殖行业 带来哪些影响呢 在山东青岛宁夏路一家超市 各种鸡肉分割产品整齐排列 常买鸡肉的市民明显感觉 鸡肉比以前贵了不少 你看那个琵琶腿 原来八九块 现在十二块 都涨了吧 今次二十二十三 现在二十九 春节以前起来的 到现在没有点反涨嘛 我感觉 数据显示 最近一周活鸡的价格 从每公斤26.79元 涨到每公斤28.25元 增长了5.44%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鸡肉价格大涨 主要是源于 上游鸡苗价格的刺激 今年的一月份 鸡苗从五块钱一只 都卸制的十月钱一只 下一步毛鸡的豪强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十月钱一只的小鸡苗 我们就不改少了 以目前的价格计算 两只鸡苗的价钱 等于四斤重的毛鸡 如此高的成本 让不少养殖户望而却步 而随着鸡肉价格的上涨 以鸡肉为原料的加工厂 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 以皮发腿为例 去年18年同期 价格在9元到10元左右 每公斤 今年的采购价格在14元左右 也就是说 同样一吨原料 我们采购的制作金额 比去年要多出5000块钱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终端消费需求的 进一步提升鸡肉市场 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目前我们下游的消费市场 还没有真正拉动起来 但是随着这个 鸡肉市场的地名 鸡肉市场消费量 肯定会大的突破 今天上午第11届 中国贵州国际茶文化节 即茶产业博览会 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召开 推介会现场对文化节 及产业博览会的具体活动内容 及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介绍 第11届中国贵州国际茶文化节 即茶产业博览会 将于4月18号至4月20号 在贵州省尊义市煤坛县举行 以钱茶出山风行天下为主题的 贵州茶一节仪会筹备工作年前 已全面展开 活动期间 除了将举行以一带一路 共饮一洪水 振兴亚洲茶为主题的 采购商大会和产销对接活动外 还将开展网上茶博会 穿越茶海马拉松赛 以及全国茶叶加工技能竞赛 等7项系列活动 预计将有包括专家 学者采购商经销商等 在内5000余人参与活动 我们请到了全国知名的 茶文化方面的专家 茶叶通过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方面的有些专家 以及我们茶叶的精英吧 包括更多的是经销商采购商 参加我们这一次茶博会 同时和它配套进行的 有一个高峰论坛 据了解 贵州茶的生态环境和天然品质 得天独厚 截至2018年底 全省茶园面积752万亩 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 2018年茶产业带动贫困人口 45.2万人 脱贫人数13.71万人 全国首批意大利仙城 昨天运抵上海 经过海关查验 这批血城有望在一周后 进入市场 这也是中益双方签署 相关议定书以来 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 意大利仙城 昨天下午 近19吨的意大利血城 从阳山口岸 直接运到了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进进水果查验点 接受海关查检 此次进口的意大利仙城 是莫罗血城和塔洛克血城两种 首次进入国内市场 批发价大约在每公斤30元左右 比国产血城贵了近一倍 不过国产血城三月底 就会采摘完毕 而意大利血城三月初才上市 正好弥补供应上的不足 这个是在火山口边上长的橙子 它的口感啊 甜度还有化妆率都会特别好 早在2016年 中益两国就签署了 意大利柑橘出口中国协议 此后双方又签署了 更为具体细化的 关于意大利新鲜柑橘 输华植物简易要求的议定书 目前意大利的猕猴桃和柑橘 都已获准出口中国 今日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 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 评选出了全球生活成本 最高城市排行榜 从这份榜单中可以看到 生活成本并列最高的三个城市中 有两个是亚洲城市 分别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新加坡已经连续五年 蝉联这一榜单的榜首 另外一个则是法国的巴黎 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 另外七个城市分别为 瑞士苏黎市 瑞士日内瓦 日本大阪 韩国首尔 丹麦哥本哈根 美国纽约 以色列特拉维夫 以及美国洛杉矶 不难发现 亚洲和欧洲城市 占据了其中的半壁江山 有专家认为 欧洲城市在家庭护理 个人护理 以及休闲娱乐等项目的 价格较高 举个例子 女性在法国巴黎 剪一次头发的价格 约为120美元 约合人民币800元 而在瑞士苏黎市 是74美元 约合人民币500元 在日本大阪是53美元 折合人民币356元 另外 丹麦哥本哈根的上榜 则和其较高的交通费有关 亚洲城市在榜单的强势表现 其中一个原因 为有些亚洲城市 是全球生活采购成本 最高的地方之一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 囊括了全球133个城市 考察了各城市超150项指标 这一排行榜 旨在帮助企业计算外派人员 以及商务旅行 所需要的生活补助 完善补偿系统 继续来关注涉及多所名校的 美国高校招生丑闻 继有数十人被司法部门提起 刑事诉讼后 当地时间的18号晚上 卷入这一次招生丑闻的 美国南加州大学宣布 有可能要开除那些 通过舞弊方式被录取 目前仍在校就读的学生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 在这次高校招生丑闻中 南加大涉及的案例最多 可谓是舞弊案的重灾区 为此丑闻被曝光后 南加大校方不得不迅速宣布 展开校内自查 根据南加大的方案 校方除了对所有涉嫌 参与舞弊的入学申请者 展开调查之外 还将对有涉案嫌疑的在校生 和往届毕业生进行逐案审查 在审查完成之后 将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而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 南加大已经在本月13号 宣布取消刚刚录取的 六名新生的入学资格 至于如何处理 通过舞弊方式入学的在校生 南加大当地时间18号晚 又通过社交媒体透露说 目前校方已经暂停了 这些学生注册新课程 和获取成绩单的资格 未来还有可能开除这些学生 最近涉及毒品性贿赂的 韩国娱乐圈胜利门丑闻 不断的发酵 牵出了警方与演艺群 相互勾结的黑幕 韩国总统文在寅 正式下令彻查真相 暴力商人非法赌博 吸毒 行贿 卖淫 偷拍并散播淫贿影片 韩美陆续曝光了 Burning Sun俱乐部的种种罪行 今日又有人站了出来 指认在江南地区的俱乐部里 吸毒和贩毒是明目张胆的 声称自己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为了写小说 获取真实的素材 作家朱元奎 深入江南地区的俱乐部六个月 目睹了性交易 以及警察与俱乐部 相勾结的具体细节 目前被韩国警方 立案调查的40人中 均涉嫌吸毒 贩毒 其中还有9人 偷偷给女性下毒 将其作为性暴力的工具 与此同时 10年前的张子言性招待案 也重回大众视野 已故韩国女演员张子言 在2009年3月 留下一份列友 被逼向30多名企业媒体高层 提供性招待的名单后 自杀身亡 当时检方已无犯罪嫌疑结案 因韩国民众多次省愿 去年韩国检察院真相调查团 对名单展开调查 但调查期限将于 今年3月末到期 近日该案的唯一目击证人 张子言的师妹尹志吴 选择重回韩国 为张子言实名指正 重新方案 韩国娱乐圈性丑闻 迅速延烧到了 韩国警方 检方 甚至青马台 18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 正式下达指示 要求警方和检方 以组织命运为担保 查明真相 给公众一个交代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发达 各种卡和证件的功能 也通过智能手机实现了 不过涉及到个人信息等隐私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小心 最近韩国一款手机身份证应用程序 就被爆出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 在这款手机身份证应用程序中 只要拍下身份证 驾驶证或学生证等证件的照片 就能保存在自己的账号中 由于登录账号需要密码 因此比直接把证件照片 保存在手机相册中 具有更高的保密性 然而 这款应用程序在保存证件照片时 不需要经过本人验证这一步骤 也就意味着 用户可以擅自把别人的证件照片 保存在自己的账号中 这一安全漏洞便成了一些 未成年人购买烟酒 出入不适宜场所的道具 可以看出商家并没有仔细核对 只是看到顾客持有身份证 就认为是成年人而轻易放行了 开发企业称 这款本意是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应用程序 被如此恶用 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而目前在网络上还能看到一些青少年 大肆交流如何利用这个应用程序的经验 这让许多人忧心忡忡 并呼吁开发企业尽快解决安全漏洞 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财经资讯 英国交通部19号发布报告说 预计到2035年 英国智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出口 将会达到150亿英镑 约合199亿美元 这份名为移动未来城市战略的报告 还认为交通领域的转变 将会带来巨大的机会 包括带来新的高质量工作 新投资以及提高 英国智能网联汽车